掌握了財經就掌握了全世界 歡迎鎖定一式賺大錢 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 在這裡的我們所感受到的 美美的買盤氣勢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是低階買盤在前進 可是呢在最後收盤 還是一樣面對是一個下跌的情況 尤其在上半場演的是一個 撐住盤式的好戲 結果在中場過後的話 開始有些壓力出現了 最後的收盤下跌了34.7684點 來看一下量的部分 量是562億元 在今天的亞洲股市的行情裡頭的話 當然台幣股市的話 今天算是比較相對孤獨的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整個日本股市部分的話 是跟著一起有開盤的 跌幅也是一樣 這個0.4% 跌幅一樣0.4% 好那麼我們除了在整個 亞洲股市的行情之外 也來看到是在歐美股市的盤回盤表現 歐美股市盤回盤表現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是有些許的壓力的 是有些許的壓力 好那麼 當中期好 Nexter其實跟這個 德國旗子的部分的話 都是小跌 0.1%到0.2%之間 好 馬上要來看到的是 今天明天呢 明天呢 早上的九點鐘又是一個重頭戲 這是美國重頭大選的 第一個階段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一個辯論大會 當然這裡頭 羅米尼對上歐巴馬 欸 羅米尼現在呈現出來 看起來比較沒信心啦 為什麼呢 他說人家歐巴馬 已經有三次的這個總統辯論的經驗啦 這什麼意思呢 無論他幾次經驗 你應該是很 具體力真的很有信心 這個勝券載獲的 這樣一個把握才對啊 結果呢 這樣的反應之後 那麼再提一點 事實上在整個國際股市變化裡頭 尤其在美國市場方面的話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數字喔 什麼樣的數字呢 歷史當中 美國的總統大選前四次 前四次喔 平均值裡頭所看到的數字 都是大選前用一個月平均概算來講話 都是跌 一個月之後才漲 給你不換換 倒過來 前面都是漲 會不會擔心後面是跌 這一個壓力會比較大一些些 那麼台北股市又該何去何從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 信任滿頭顧的總監孫慶隆 慶隆你好 書記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 理財周刊總編輯 林雲綺 雲綺你好 書記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先歡迎兩位來到現場 那麼一開始的話先來聽聽看 在雲綺林的觀察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國際股市變化裡頭 就像剛剛所說的 擔心是一個壓力 尤其在總統大選之前的話 歷史當中的四次 前面的四次 這一頭從這個小步驟的時代開始 頭經過幾乎都是跌 跌了之後的話才開始有漲的一個機會 今年看起來已經先漲了 先漲之後會不會擔心跌 我想我們在買基金的時候 都會看到底下有一排字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的績效 我想這個也可以放到 現在的這些統計的數據上 尤其是整個在次代風暴 開始2008年到現在 我認為整個的過去的統計數字 真的是沒有辦法再去預測說 將來的走勢會如何 就像是之前我們講 比如說中秋變盤 端午變盤 或是台灣的一個大選的行情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也不如大家所之前預測說 一定會有大選行情 那我覺得現在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大家把整個全球的景氣拉開來看 我覺得全球面臨到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 是為什麼歐債危機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認為美國或是中國的整個的衰退 它沒有辦法短期之內可以復甦 我想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感覺到景氣 認為景氣會不會再衰退 或說您認為在多久的時間會復甦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難去預期的事情 因為我們看現在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我們用掃指話跟老年高齡社會來講的話 以這些成熟國家來講 他們很大的支出是在福利的部分 那福利的支出是不斷的增加 但是就業的人口是逐漸的減少 在GDP的貢獻的部分只會往下走 往上走的機會其實是不高的 我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福利支出在政府GDP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能夠貢獻的成長的部分越來越少 在這樣的一個悄悄板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整個全球景氣 尤其是現在又實施QE3貨幣寬鬆政策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經濟學家 出來呼籲說 這是讓整個全球的景氣 進入一個很難復甦的一個地域的境界 我覺得大家必須要從這一段來看說 這個壓力一直都是存在那個地方 不管說在短期一個波段期間 有多少的一些利空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短期 大家還知道說整個景氣其實要做一個 不管是台灣 中國 或是美國 大家都面臨一個很大的一個產業的一個轉型 因為就業的機會一定是越來越少 就業人口越來越少 但是坐在家裡面 等著福利金送上門的人越來越多 好的確聽到這個福利金的部分的話 百分之四 七八 還是回到美國總統大選的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知道說 在金融部分還是滿有研究的 這裡頭有一些小故事 小故事在哪裡 盡情啊 這個歐巴馬部分的話 他不是買了一個釀酒器嗎 私釀的一個啤酒部分 在美國的文化裡頭 能夠一起喝啤酒 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結果他用這個最低成本的一個釀酒器 買了之後的話 大概2980塊錢 為了醫藥的話他還加入將近有三萬個會員的這個 所謂釀酒器的這個協會裡頭的話 這三萬票是否是醫的 另外一點我們剛剛是秀出來的畫面裡頭 現任總統歐巴馬日前所公佈加釀的 這個白宮蜂蜜愛爾酒 白宮蜂蜜愛爾酒 很有意思喔 白宮蜂蜜愛爾酒 愛爾酒當然是一個名字 這個白宮當然這個釀酒器的部分已經買了 蜂蜜哪裡來 蜂蜜還是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自己在整個南花園裡頭的話 自己去養蜂 然後所弄出來的這個蜂蜜部分 真的很特別 好 那麼這一點的開始的話 其實呢 大家就是那個告白那個心意 光從這個蜂蜜這個釀酒器開始的話 就得到有三萬張的選票 有這樣一個預估值 甚至於開始這個投票 希望能夠幫忙 希望能夠拿到所謂的這個解蜜 解什麼蜜呢 解這個酒的一個蜜 結果呢 還沒到兩萬五千個這一個門檻之前的話 馬上就解密了 那麼這個話題開始的話 我們想聽一下在慶容 這裡頭只是一個小故事 可是明顯的 從羅姆尼的角度跟歐巴馬的角度 羅姆尼的失言 什麼失言 47%都是好吃的 都等著政府來養 他說歐巴馬的錢 所以歐巴馬要抓 這47%就他 不管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47%的話 這聽在耳裡的話 這47%這是很高的一個比例 你觀察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歐巴馬 他把整個的一個選戰 把它打成是一個中產階級 跟所謂有錢人之間的一個對立 其實我覺得他是非常成功 因為在整個社會上 中產階級絕對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多數 我舉一個 同樣是在美洲 在南美洲的巴西 巴西大家知道 他們當時的前任總統 2011年卸任的時候 他當時的民眾支持度有多高嗎 90% 90%的民眾支持度 他為什麼有辦法獲得這麼高的 一個民眾支持度 是在他在在任的期間內 大幅的去降低窮人的人數 大幅提高窮人的生活的品質 自然而然就造成了 他們所謂的一個民眾 民意支持度這麼高的情況下 他現在即使他繼任的一個繼任者 他現在目前民意支持度 有77%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誰能掌握到 民心所想要的東西 基本上他就可以在選戰中勝出 那這是歐巴馬 他所打的這種啤酒的文化 的確我覺得相信 他可以在這部分 可以發揮出他一定的效用 不過我們重新回歸到投資這一塊 其實我對現在目前 整個全球的一個經濟 其實我慢慢的看法是越來 從原本稍微有點中立 但是開始慢慢又有點覺得 好像事情沒有這麼好的一個情況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在看最近的美國股市 它有一個 我覺得它有一個類股指數 這個類股指數 它背後可以 也許可以代表是 背後防禦型的一個 思考的那種投資的狀況 就是美國的一個 所謂的生計類股指數 生計類股指數現在 目前已經創了12年來的新高 生計類股指數過去以來 大部分都是屬於防禦性的 防禦性的類股 因為基本上大家就覺得 不管在經濟再怎麼不好 生病還是要去看醫生 好像跟台灣的定義不太一樣 台灣定義的話 這生計類股部分 看起來蠻標的 現在也是很標的 在美國現在目前的生計股 比如說他們的 就是孟漢克的製藥公司 其實它目前股價也在創新高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去思考 反而科技類股 我之前有提到大家 提醒大家 就是晶片融合大廠 Intel的股價 最近這六個月 股價從29塊美元 掉到只剩下22塊美元 晶片科技類股的代表 最好的Intel股價在下挫25% 但是他們的生計類股 股價在往上走 這似乎已經看到整個資金 有一些不一樣的避險的需求 為什麼要避險 就是股價真的已經漲太多 像目前美國道雄 已經創了2000年前來的新高 但是他們不管 他們的經濟的成長率跟失業率 都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有辦法支撐這麼高的情況嗎 所以我覺得投資人在這個階段 必須得認真的去思考 在這個階段的投資的風險在哪裡 好 我們也歡迎凱雲 加入我們的討論 到時剛剛提到說這個 歐巴馬跟羅姆尼的部分 沒有套在高電 這第一次這個辯論大會就開始了 剛剛提到說 這歐巴馬真的厲害 開差不多台幣3000塊而已 弄了一個這個啤酒 釀酒器 而且弄出了這個酒好像滿好喝的 美國人的習慣也是一樣 剛才說過 可以當時喝酒的好朋友 這個選票就比較穩定 現在不一樣 羅姆尼剛好跟他是完全相反 為什麼 羅姆尼是摩門教的 摩門教是什麼樣的教派呢 在我心目中 至少我所了解到摩門教 曾經我的一個好朋友 也是主播 現在消失已經很久了 他就是摩門教的教徒 我們在羅的看來騎腳踏車有沒有 看到就跟你打招呼 我們還是可以跟人家打招呼 可是有的人不一樣 看到他打招呼 趕頭去挖架 怎麼會這樣 怎麼突然跟我們打招呼 這就是摩門教的教徒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傳教宣教 重要的是 他今天今年 賺幾年 賺兩年 賺三年 好 他存夠一些錢 他準備到其他國家去 去傳教 這叫摩門教 而且滴酒不沾 剛剛好跟歐巴馬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來聽聽看 再凱元觀察 這一次的選戰 尤其我們剛剛也舉了個例子 當時 第一次歐巴馬要當選之前的話 當時的美股 一度出現一個大跌的情況 讓他有機會 變成是一個勝選戰的機會 今天如果現在從美國所看到的 經濟報告數據所顯示的 如果維持相對穩定 歐巴馬站的是上風的情況之下的話 整個國際股市部分 尤其在美股行情 可能維持這個所謂的高檔位置震盪 但是大選過後 可能就是一個壓力喔 如果真的有出現下跌的情況之下 羅姆尼是不是比較有這個翻身機會呢 老實講啊 如果說從經濟的一個結構 下去進行討論的話 其實我並不是那麼的擔心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們從其實每一個國家的一個選舉 下去進行觀察就好 其實選前 他會維持在一定的水位 但是選後基本上 他也不會讓他直直的往下落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部分 所以來到這裡啊 配合到整個近期Q13的一個政策 大家稍微去思考一下 這一次柏蘭克推出所謂 Q13的一個過程裡面 同一個時間 他將所謂的一個零利率的一個政策 延長到2015年 欸 市場上就很好奇啦 到2015年 基本上都已經超過他的任期 為什麼他會直接 將所謂的一個零利率的一個政策 拖延到所謂2015年的一個水準 基本上其實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柏蘭克這一次 為所謂歐巴馬助選的一個意味 意圖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我認為在經濟的 經濟的一個結構性來說的話 其實我認為